老婆去試過一次 不過她還沒弄到那個 基本上她的纖維 就是她的纖維還不錯 可是你做到衣服 就是沒有辦法像我們想像這樣 這麼柔軟或是這樣子 不過就是以前的那個方式 就是以前的工法 對就是樹皮衣這樣子 請問她活的時候可以當木兒的種植 不行 就要死的才行 活的木頭基本上不會 死掉的 就腐朽的 之後才會長木了 乾的 她哪個夠啊 她什麼鞋 夠造的夠 對對對 她是屬於先出去走 就是很容易找對不對 對她很容易找 老師你剛說她有什麼好處 我沒有聽清楚 她有什麼好處 居然上我現在目前發現 她唯一的用途就是拿來做木兒 我又不做紙 不過她是很容易 她是很好的造紙材料 手造紙那種造紙材料 她樹好像是比較荒地 她先去 對她是先去樹 就是說她很容易長 對很容易長 跟茅草跟竹子這一類東西很像 她可以讓那個土壤有一些改善 基本上 她的根系其實非常的強 所以一般農民不會喜歡她 我之前有砍過一顆有沒有 你不要看她像這樣沒什麼 她下面的根這麼粗 而且她下面的根就不根 跟她上面的幹就完全不一樣 她下面的根是很硬 非常不好處 我之前那個往事旁邊就長了一顆 我那時候往事要從整理的時候 光弄那一顆我就忘不開 半天還一天了 就光弄那個根而已 那那個木頭角色就是很好 沒有沒有 它上面木幹很 它爬的不是太堅實 不是很堅實 可是它的根根系還蠻堅實 然後旁邊這是火龍果 它是前 它也還好 因為它很容易長 火龍果 欸火龍果欸 這幾年 你有沒看過火龍果 有有有 你砍就砍不累 這種火龍果人還不少 不錯不錯 你住的比較城裡面 我們住在那個 另外 講一下死人的意見 不是說 不一定 反正就是 台灣人就喜歡東京 然後就到處中央 基本上 不是我可以 我可以講 這些些櫻花長 是因為這裡的環境 還比較適合它們 在一般平地 就是它的排水 然後日照 溫度什麼 其實它真的很容易死 我不知道台灣會有怎麼 一天到晚喜歡 一山 基本上現在台灣 大概種的起來 大概都是山櫻花 可是其實沒有必要 就是其他 我們這邊也是啊 然後到處山上砍樹種櫻花 莫名其妙 都是封過頭 火龍果啊 對啊 視覺效果 心裡的味疾 這一類的東西會長這樣 可是並不是長這一類的東西 都是火龍果 如果它要有一定的光照度 它才會開花 因為這個好像也可以把它切開以後 種蘭花對不對 那是另外一種 那是另外一種 毒豆植物的台 老師這個是什麼 也是一樣那種仙人掌的東西 欸 這裡有一個蛹欸 這裡面 這好像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什麼什麼 不是不是這個不是 那個叫什麼 寄什麼 寄生蜂啊 不是不是寄生蜂 附什麼 附在耳喔 好像是叫附在耳 附在耳的那個 好好玩喔 它裡面就一隻小蟲 然後會飛的那個東西 然後到處去 不是在1號 還是在2號 2號 對 對 對 好 好 好